死了一百多万位鲑鱼养殖业集群疫苗 澳洲塔斯玛尼亚西岸的养殖鲑鱼半年来死了一百多万位 业者忙着研发疫苗,以减少损失 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 塔斯玛尼亚环保署证实 去年10月以来,麦格里港,Macquarie Harbor的养殖鲑鱼已有135万位死亡 养殖业者的报告指出,鲑鱼主要死因是Piltered Orthomics Virus病毒 官方先前未公布死亡鲑鱼数量 当的环保署长福特表示,这种病毒的症状有点像流感 处于压力下的鲑鱼较容易感染 不过,只有鲑鱼会感染 因此麦格里港的养殖尊鱼未受影响 福特表示,病毒会传染 是因为大鱼和小鱼混养 将归定业者分开饲养 大小鱼的拦网应该距离一公里以上 麦格里港的养殖鱼类近两年出现大量死亡现象 环保署将规定养殖数量未来两年减少21% 但档的环保团体认为,应该暂时全面停止养殖 让档的生态恢复正常 环保团体认为,应该暂时全面停止养殖数量未来